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能是一种错觉 或者说过于夸张了 因为倒在两年前 但是俄军为叙利亚提供了30辆T90 续军用他们来对付地方割据的叛军 但是这些叛军拥有了一种比较先进的反坦克武器 也就是俗称陶式导弹 很多刚刚经过训练的续军士兵 在使用T90的时候信心不足 或者说缺乏成为一名合格装甲兵的心理素质 在陶式导弹击中T90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在表面出现了爆炸 但没有真正的穿透T90的装甲 这些续军士兵就选择了逃跑 放弃了T90 甚至有些续军士兵在T90的激光感应器警告他们的时候 就选择了逃跑 躲在了别的建筑物的后面 最终让T90成为一动不动的火把子 虽然最新型的陶式导弹具有在坦克上方爆炸的能力 一穿透坦克的薄弱装甲 但目前叛军都没有装备这种新型的导弹 绝大部分的T90都是因为操作不当 或者缺乏训练和士气 而导致被击毁的 而接连的机会和失败 对使兵会造成心理隐形 对于坦克失去了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伊拉克人会深信美国的M1容易招手反坦克导弹袭击的原因 而他们似乎认为T90就不会遭到反坦克导弹的袭击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 祝 原创文案不易 写得好赏个赞 写不好谢谢纠正 相信原创的力量会让百营文化团队越走越远